去认识的几个朋友 包括在海南岛深圳 因为我们那时候经常应酬不都是到歌厅吗 其中就认识了 也有我们安徽的 包括什么海南情歌王子啊这一类的 应该讲呢 他们那种呢 就是商业 那时候他们岁数还不怎么大 那时候大概就二十多岁 三十岁不到 那么唱到今天 当然早就烟旗息鼓了 现在都五十多岁了 都烟旗息鼓了 所以呢 像你呢 搞吉他这些东西 我觉得啊 除非你不搞商业 如果你要搞商业呢 还是比较合适的 到那个规模不是太大的那个酒吧里面 在昏暗的灯光下 对不对 自弹自唱 对吧 这样子呢 就有一些情调 而且你唱的歌呢 也非常富有这些含义 平安 怎么了呢 是主动辞职了 还是被开掉了 我估计老板觉得你可能也帮不了他什么忙 你要走 你就走吧 你因为自己一直当老板嘛 你觉得给别人打工的话 你很憋屈 那么你抱着这种心态的话 那你跑去打工打什么工啊 你还继续当你的老板嘛 否则你很难放下你的身段 知道吧 你不适合打工 我是比较讨厌给别人之路的 因为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也想先聊几句啊 我们知道日本的一些歌手啊 包括喜欢这些摇滚的 那么他们也都是有这个演艺生涯的啊 嗯 其实这种淘汰是很快的 就是你三四十岁吧 你基本上就被这个 就把一些新的这些歌手给淘汰掉了 那你就必然要面临自己的一种转型 因为你要生活嘛 很多的歌手就会这样的选择转型 从事其他的行业 因为要生活嘛 下面就纯粹是闲聊了 我从我的老板啊 我的老板前的时间呢 聊过 说他是准备去菲律宾建榴莲果园嘛 所以我在群里也跟 是吧 跟野马还有跟群友也聊过是吧 嗯 那是在凤凰群 那是在凤凰群吗 我有点混乱了啊 我想说的是 野马实际上是可以按照他的打算去 把南京的房子卖掉 或者是去加拿大 或者刚才又说的 又是闲聊 纯属闲聊啊 那么去菲律宾 然后也是有敢于改变啊 然后去买点地 然后种榴莲 然后呢 那边盖房子也很便宜 因为我们也在聊过一个项目 就是中国这边一些装配式的这种房子也很便宜 造价也就是一千块钱一平方嘛 那么这样的话 这种以后可能的话 就是这种盖房子这种装配式的 到了菲律宾 实际上一个一百平方的房子也就是十几万 很多的时候呢 一条道走到黑 它并不是代表着一定正确啊 有的时候改变啊 也不错 平安啊 如果说呢 自己以前没有当过老板 或者当的很短的时间 那么自己放下身段 去给别人呢 打工 哪怕你觉得给他当总经理 也属于是大工嘛 对不对 如果你当老板 时间长了 一直自己操办一个企业 我们姑且不论钱赚的多少 另位积德 不做氛围 这种呢 思维定势已经形成了 叫你呢 忍气吞声的 在别人的这种思维和他的这种经营思想下 你去呢 执行的话 你是很难适应的 其实人的这个世界观呢 会左右你人生的轨迹 这个宇宙的本质就是变化 其实啊 人这一辈子啊 我讲啊 跪在折腾 我曾经呢 在年纪相对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别人问到我 为什么在体制类 对吧 后来为什么要去下海 为什么要去闯荡江湖 自己担风险 那么我当时呢 往往用这句话来说 那就是说 我们坐在一个池塘 这个池塘的水呢 是非常安静的 没有半点波澜 这个时候呢 我常常萌生一种冲动 要往这个池塘里面呢 撂一块大石头 看着它溅起了浪花 我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 实际上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如果一辈子都波澜不惊的话 那么 即使你过得很平稳 那么 你到了岁数大以后 你回首一想的话 其实你没有什么人生预理 野马啊 还有平安啊 你们二位我也了解一些 反正都是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 现在呢 还来得及 我要是下你们这个年纪啊 或许我也有这个想法 对不对 换一个环境嘛 至于是到哪个国家 实际上我觉得不是非常的重要 关键就换的这个环境 它要适合你 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对吧 大概三四年前吧 我的一个同学 我的同学跟你讲的六十好几了 那么他呢 到了东欧 现在匈牙利 对吧 那么他跟我讲 我没有追求美国 也没有追求什么加拿大 那么我到这个匈牙利 他给了我一个呢 非常安静的 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 另外我在这个地方呢 生活呢 他各方面呢 也很失忆 那个匈牙利大概有三万多的华人吧 所以我以为呢 小明兄的观点和我高度一句 你说 就是说我以为啊 我们啊 不要去听信到了这把年纪啊 不要去听信别人鼓吹这个鼓吹那个 根据自己的爱好 你喜欢某一个地方的文化 或者说你觉得那个地方呢 他能够让你达到呢 你自己那种思维的那种自由和解放 或者说你觉得 对吧 你可能呢 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实行财务自由 那么你就大胆地去选择 不能再蹉跎了 实际上我们讲就是五十岁 也是知天命的年纪了 真正折腾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这个要珍惜 有很多人啊都说 等我怎么样怎么样呢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呢 有很多事情错过了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思维模式 因为人是会死的 会有意外的 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的太阳 哪个先到啊 所以 真正能够理解 当下的 这个概念呢 真的是少之又少 当然了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误判 那就是觉得呢 似乎这种精彩的人生 只有在日本啊 美国啊 加拿大 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才能实现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我以为呢 实际上根据自己的条件 然后呢 你当然了 那你讲我要追求一个啊 我能够充分说话 我要追求我的思想自由 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如果没有这种想法 或者不是非常强烈的话 想让自己的生活呢 充满那种波折和刺激 同时呢 也伴随着成功的话 我觉得在哪里都可以 所以我最近啊